就見到原廚那些極毒黑氣 就好像終於那隻鞋瘋狂地 石觀音見到這樣的音樂 他連忙大聲地對著老明月喊 他就說快點 快點扔掉這隻鞋 老明月還在詞兒之中 石觀音已經右手一揮 手裡面的打屍邊 就敲在老明月的手腕之上 老明月哎喲這樣叫了一聲 手裡面的那隻鞋 啪的一聲掉落在地上了 我一隻手也伸了過來 一把拉著老明月 向後退了十幾米 才滿面驚恐之意地看著那隻鞋 大家的目光全部都落在這隻黑默默的鞋上面 只見到從渡動之中霧出來的那些黑氣 源源不絕地轉入到這隻鞋之中 這隻鞋似乎有無窮的魔力 竟然將所有那些極毒黑氣全部都吸了進去 偏黑之間 鬥動之中 就沒有再有一絲一毫的黑氣了 見到這樣的情形 大家才放鬆下來 大家的目光又停在這個鞋上面 那麼七個雙眼 已得慢慢霧出光來 連那個老和尚也都是目光閃動 石敢當 他就周著尾頭問了 竟然可以吸走這些極毒黑氣 他就搖搖頭 撫笑著說 石姑姑呀 我都不知道這個鞋是什麼來的 不過這個鞋曾經在陰生鬼樓那裡 吸食過幾千個鬼火在網運 到底是什麼 我就不清楚了 一說出來 石敢當聽到木登口哀 石敢當他吞了一下口水 他就說了 這個鞋這麼厲害 石觀音也是眉頭緊皺 他看著這鞋 似乎在想這鞋 就在這個時候 只看到遠處的人影一房 身著一身紅衣 正是天眼子的新人 和尚大喝了一聲 就說 智芳 給我回來 這個老和尚的聲雖然大 但是腳都沒有動 看這副樣子 他是縱容那個脂肪來搶這個鞋 見到這樣的情形 焰漆就一聲嬌笑 他就 哈哈哈哈 天眼子的小匿路 趕快拉到一邊 那裡的東西 哪裡輪到你來搶啊 說話間 這個焰漆已經飛身奔過去 還未來得及的走到這個鞋的前面 焰漆右手一樣 他手中的一點紅光一閃 隨即就向智芳和尚飛過去 老明穴站在一邊 沒有動 他就心想 我真的要看看 誰出手搶這個鞋 如果焰漆和老和尚 兩個人一起上去搶的話 那我唯有用烈鬼箭 來對付他們了 老明穴站在石錦當的身邊 一隻手按在獵魔宮上 隨時隨地可以瞬間出手 石錦當 他小小聲地問老明穴 老明穴搖搖頭 也小小聲地說 看著先 我們坐山觀虎鬥 先看看再說 老明穴把聲壓得很低很低 眼睛的老和尚 和苗疆草鬼寨的焰漆聽到 只見到那個焰漆手中的紅光 向智芳背後飛過去了 但是智芳 他一點都沒有發覺 手撞向前身 想去抓住那隻鞋 遠處的智獸 他見到智芳有危險 他連大聲地說 智芳 小心背後 這句話剛說出來 智芳立即就明白 他連忙轉身過來 就見到眼前有一道紅光 他想躲 但是已經來不及了 他唯有伸出手去接著這道紅光 就是這樣一接著 智芳立即就慘叫一聲 他身體蹬蹬蹬地 向後退了幾步 才坐在地上 這個時候智芳 離這個穴 只有一步之遙 他忍著痛 連忙伸出手 一把就抓住這穴 看到這樣的情形 實在當就很著急 他就說 小老 那位和尚 將你的穴搶走了 老明月 他看著那個智芳 他也小聲地對著食 當說 他就說 別急 他們搶不走 果不其然 這個時候 那個穴之中 出現了驚人的一幕 這隻驚人 簡直是 慘不忍倒的一幕 只見到這個穴之中 一股黑氣忽然轉了出來 黑氣入籠 在脂肪的身上 快速地轉了一圈之後 隨即再一次 轉入穴之中 只聽到脂肪一聲慘叫 慘叫之後 就沒有發出聲了 但看著脂肪身上的肌肉 血肉 就連外面的衣服 都被黑氣侵蝕得乾乾淨淨 傾核之間 脂肪身上 就變成了一具白骨 這樣的情形 都是驚慌失色 眼睛看著脂肪 即是只剩一具白骨的屍體 只見到脂肪 他張大的嘴巴 兩隻眼 亦都在瞬息之間 變成 兩隻 黑默默的洞 見到這樣的情形 現出這一次 也是臉色大變 他連望停著腳步 接著向後退了幾個遠 才滿眼驚恐之意地 看著一個脂肪 還有脂肪手中那一隻黑默蚊 石棍陰的眉頭 亦都皺了起來 石棍當面色大變 他在嘴裡淋淋自語地說 他就說 這個眼睛那些新人 亦都是個個目的口外 又是震驚 又是恐懼 慢慢收縮 他慢慢地說 是白鬼 修魂觀 煙七這個時候 亦都開聲說 他就說 原來老和尚 你都懂得這件事 我和尚又慢慢地說 鳴鼎鼎鼎 柳嵐 柳嵐不懂 我這樣說 石棍陰 已得南南自語 原來就是白鬼修魂觀 老明月 他們心中一沉 他們心想 來這陣子 叫做白鬼修魂觀 名字 不知道這個白鬼修魂觀 是什麼意思 石棍當 他都不太明白 就問石姑姑 他就說 姑姑 什麼叫做白鬼修魂觀 只見到石棍陰說 他就說 白鬼修魂觀 聽說 在春秋戰國時期 留下的心氣夠重 他就會自動 手取這個鞭 將那些孤魂野鬼 全部都吸進去 之後 這些孤魂野鬼 就會被封存在裡面 只有這個守魂觀的主人 封存 才能夠將這些孤魂野鬼 放出來 所以 這個守魂觀 叫做白鬼修魂觀 好厲害 就算是我們這些常人 當然不用說了 石棍陰望著老明月 他就說 明月 你真好幸運 你從這個白鬼修魂觀 聽到石姑姑這樣說 老明月 他就照著眉頭說 他就說 石姑姑 這個鞭 是從陰山鬼樓那裡找到的 石棍陰 就男男自語地說了 陰山鬼樓 那裡不是很多鬼嗎 又出來一個白鬼修魂 真是奇怪了 他就苦笑著說 我都不知道是什麼回事 不過這一陣子 在陰山鬼樓之中 就曾經吸納過無數的亡魂 還有幾千隻鬼火 好了 這一張節就說到這裡 我們繼續來聽下一張節 是拿寶 如果喜歡拿寶 按照關注和訂閱 多謝 第六張 免都不要了 上一張節說到 原來吸食了脂肪和上身體的那隻鞭 就是傳說中的 百貴守魂觀 只聽到石棍陰沉聲地說 就說了 宴七 他就笑著說了 哈哈 白鬼風雲觀 居然出現了 真是好笑頭 好笑頭 可惜了 我這個脂肪肚子 我這個脂肪肚子 說著話 他居然吩咐 身邊的另外一個徒弟 知誠 你去把這個鞭拿回來 知誠聽我這樣說 嚇到面上變色 他就回答了 是 師父 但是他的雙腳呢 還不動 不僅如此 知誠那雙腳 他心裡很害怕 宴七 他就笑著說了 哈哈 老和尚 你看一下你的手下 個個都嚇到動不了 還是你自己上去拿 他心裡其實 很氣憤 他就心想了 居老闆 這個宴七和天眼子的老和尚 難道真的把這個百貴風雲觀 當成他們兩個人之中的狼中之物 老和尚 他背著對我 他笑著說 哈哈 既然 是我們天眼子的東西 那 亦都不急再一時 看這副樣 這個老和尚 也都知道 白鬼風 這麼親自上去腦 宴七 他又笑著說 哈哈 既然老和尚 這個白鬼風雲觀 那 我們草鬼債 就不客氣了 他一步一步地 向著自方的白骨走過去 老和尚 他疾著 隨即他就沉聲說 賢債主 這個白鬼風雲觀 是我們天眼子的東西 你這樣做 不適合規矩 眼子的老和尚 隨即擺了一下手 他身後的一種弟子 全部都跟著在他身後 慢慢的 焰漆圍了過去 天眼子的新人 也都知道 焰漆 雲身都是毒的 如果他們不小心的話 一個個 冥桑黃泉 所以 剩下幾名天眼子的新人 都是死死地盯著焰漆 這個時候 老明月的心裡又在鬧了 真是不要臉了 居然說了這樣一番話來 先前自己還覺得 這個天眼子的老和尚為人懦弱 尤其是面對宴測的時候 一副惟惟惟惟的樣子 但是對他們天眼子的門下弟子 就是比較維護的 現在看來 這個天眼子的老和尚 真是好像石棺陰姑姑所說的 深藏不老 直到這個白鬼風雲觀出來 這個老和尚才原形不老 竟然是一個貪得無厭的無恥之徒 此時此刻 他竟然要將白鬼風雲觀 理所當然地認為 是他們天眼子的事 這一份無恥的功夫 簡直是無人所及 老明月的心裡鬼死那麼生氣 他一隻手搭在獵魔宮之上 只要這個焰漆和天眼子的老和尚有移動 老明月就打算射他們一箭 石棺陰姑姑姑 他就懶笑著說 他就說了 哼 焰寨主老和尚 你們兩個太不要名了吧 這個白鬼風雲觀是我世侄的 怎樣 還想明搶明蝶呀 焰漆和天眼子這些和尚 聽到石棺陰這樣說 個個都停著腳步 焰漆望著老和尚 老和尚也都看看焰漆 見焰漆不動 老和尚也都停了 是互相都有顧忌 只不過天眼子的老和尚 顧忌焰漆多一些 因為焰漆雲身都是毒的嘛 焰漆聽到石棺陰這樣說 他就笑著說了 蛤蛤蛤蛤蝓 石棺陰被說 哪有名腸啊 還有你說這個白鬼風雲觀 是你的世侄的 謝姨的 擊掌 你顏色是不是濃了 你沒聽到她的老明月夜點頭 她就說了 姑姑呀 她的耳朵不好洗呀 有可能是耳屎太多了 姑姑你要原諒她 接著 就見到眼測的眼裡露出了一絲煞氣 這個煞氣一言即隱 隨即她又笑微微地說了 你真是石姑娘的細質 那就看在石姑娘的份上 這個白鬼蜂王冠 我就不要了 這個草鬼寨的煙漆 竟然向後退了幾米 見到這個煙漆往後退 老明月知道她要打什麼鬼主義 和尚和老明月他們這幫人打起來 她是錯收魚翁之理 月她就心想了 她就說這個女人的心腸真是毒 石姑娘的老和尚 她沉聲說 老和尚 這隻白鬼蜂王冠 你還想染指呀 眼睛的老和尚 她奇奇一笑 眼珠在轉轉轉轉 她隨即對著石姑娘說 這個白鬼蜂王冠 我徒弟智芳的手裡 自然就是我們天眼子的物事了 為什麼不可以要呢 棄之不顧呀 豈不是讓我這個徒弟死不明目嗎 這些對不起我徒弟的事 我是萬萬不能做的 聽到她這樣講 石棺芳就冷笑臉臉了 就說你真是太不要臉了 就思豪不以為言了 眼測她笑著說 她就說 蛤蛤蛤 石仔主 你和石姑娘那麼好 石姑娘居然說你密 就不是很理解了 眼測哪肯吃底呀 隨即她就對著老和尚笑著說 蛤蛤蛤蛤 和尚,石姑娘在罵你,她不是罵我,我就沒有你臉皮那麼厚了 有人說我心狠手辣,就沒有人說我臉皮,你這樣狡辯是沒用的 燕七雖然活了幾十年,都是第一次見到,燕某也很佩服 這個天下第一口臉皮,非你老和尚莫屬了 燕七這番說話,講到天眼子這條和尚,個個都覺得好沒面子 志興看著燕七,又看著老和尚,他就在那兒暗暗沉沉說 他就說,口臉皮又怎樣? 口臉皮,薄臉皮,都不關你事 只不過他這幾句話,是在那兒細細聲說,他不敢大聲說 而知秀,也在旁邊附和,他就說 是呀,臉皮好,總比心腸毒辣好 老和尚就對著幾名弟子說 他就說,不用跟這個女人廢話 只要把那個白鬼風雲罐搞到就算大功告成 接著幾名弟子就連聲說 是,師父 接著老和尚就挖了一個 還不把那個白鬼風雲罐拿過來? 幾名弟子聽過這樣說,個個都是臉上的,神色未變 剛才自放,去拿白鬼風雲罐的時候 那一幕實在太可怕了 所以他們個個都不敢輕舉妄動 石敢當就細細聲地對著石觀音說 他就說,姑姑呀,現在怎麼辦? 難道就是這幾個惡和尚 將老兄弟的白鬼風雲罐 只見到石觀音的眼中露出了一幕譏諷之意 他慢慢地說 白鬼風雲罐,五眼子可以拿走的 聽到石觀音這樣說 老明月,他就靈機一動,他心想了 石姑姑,為什麼? 接著就見到天眼子那一邊 徒弟,他就男男自語地說 他就說 師父呀,我們這樣貿易上去 像脂肪師兄那樣 幾個人的意思就是說 會不會像脂肪那樣死於非命 血肉盡失呀? 和尚,他就目光閃動了 他想了一下,隨即從衣袋裡 拿出了一塊油煲 他伸出手,把那塊油煲 向脂肪手上的那個白鬼風雲罐 就見到這塊油煲 落在白鬼風雲罐上面 接著又聽到咳的一聲 似乎是脂肪的骨架碎裂了 接著又見到油煲一沉 跌落在地上 好了,這一張節就講到這裡 我們繼續來聽下一張節 第八章,血淨如花 上章也講到這個老和尚 他說白鬼風雲罐 是他們天眼指的東西 接著他叫他的徒弟智寧 過去拿回來 老和尚他開心地說 他就說,智寧呀 你快點去 將那隻白鬼風雲罐拿回來 智寧無奈之下 只要硬著頭皮走過去 走到脂肪、屍骸的地方 他離白鬼風雲罐 還有一米這麼遠的時候 他停下來 他咬著嘴唇 吞了一口口水 接著 他的手這樣震著震著伸出來 老了他這樣 面露不如知識 他沉聲地對著智寧說 他就說 智寧,你怕什麼? 還有鬼魂咬你嗎? 智寧,臉上的肌肉發震 他對著老和尚說 對,智寧在老和尚 帶有威脅的懸疑之下 才咬咬咬咬 將那隻鞋鞋隔著布捉住 剛剛捉住 就聽到智寧喵一聲 他隨即揮了一下手臂 他手中的那隻白鬼風雲罐 也都滾開了 滾出了幾米開外 才停下來 智寧的臉色蒼白 他打冷症地 他對著老和尚說 師父 剛才那隻鞋 他真的咬了我一口 智寧伸出了一隻右手 只見到他右手的手掌已經發黑了 手掌邊緣 還見到有幾個好像針眼的洞 智寿連王走到智寧身邊 從他衣袋裡 拿出了一隻綠色的紙片 他快速異常地從磁瓶裡 拿出了一粒丹藥 然後他叫智寧張開嘴 把丹藥放到智寧的口中 隨即又拿了一粒丹藥出來 撕碎了 把丹藥的粉末 均勻地撒在智寧的傷口上 一會兒 只見到智寧的傷口之中 黑血在慢慢流盡 那一眼睛的弟子 見到智寧沒事 才全部都鬆了一口氣 但是這個老和尚 好像見不到這一幕 他只是看著那隻黑紋的瓶 一會兒才慢慢說 他就說 竟然見到師父半信半疑 他就連王點頭說了 師父 是真的 這隻瓶真的會咬人 要不這樣 你試試 老和尚聽到他這樣說 挖了他一眼 冷漠地說 把你師父的命去試 智寧連王點頭 他就說了 師父 弟子不敢 老和尚那雙眼 釘著這隻白鬼蜂運官 他的目光不斷轉轉轉 但是就不敢上前 宴七這個時候 他就笑著說了 我說老和尚 你都這麼老了 居然這麼害怕死 為什麼什麼都要你這幾個徒弟去做 是不是嫌你的徒弟死得不夠多 是不是要你的徒弟全部都死了 你才願意親自出手 哈哈哈哈 做你的徒弟 真是黑仔 沒得到什麼好處 替死鬼 就做了好幾回了 宴七說到這裡 他停頓了一下 隨即他又對著老和尚身後 那幾個大和尚小和尚 他說了 哈哈 我看你幾個大和尚小和尚 想有命的話 就趕快離開這裡 如果不是的話 估計你們一個一個 都被這個口臉皮 黑心腸的師傅做了試驗品 這番說話一說完 老和尚面色未變 他身後的弟子 卻是面色大變 除了志興和志壽兩個人之外 其餘的和尚 都是不由住主地往後退 見到這樣的一幕 宴七就在騎騎地笑著 他很有興趣地看著這幾個人 就在心想 這個老和尚 他當這幾個徒弟的命 都不是一回事 這幾個弟子雖然心有不甘 但仍是復復貼貼 到底這次被宴七挑撥的 這些天眼子的弟子 似乎都深深退意了 不知道這個口臉皮 黑心腸的老和尚 又怎麼去處置這件事呢 石觀音這個時候就冷漠地說 宴七所說的這幾個字沒錯 後面皮黑心肝 我和尚 剛隨你這個天眼子 改名叫做厚乞子 怎樣 石錦當就笑著說了 哈哈 姑姑呀 這個名字起得好呀 來 我跟他改一下 隨即石錦當就飛身而起 向著石門奔過去 他來到石門之前 石錦當身形好像電一樣 竟然鬆鬆鬆地爬上去 才一陣工夫 就來到石門的上方 跟著石錦當一隻手 攀著石壁定著身體 另外一隻手 扮出一把匕首 在天眼子的三個字上 有一陣切削 只見到石燒紛紛而落 天眼子的第一个天字 已经被撤了 见到这样的一幕 老和尚大声学道 你这混蛋 你不要获害我们老祖宗 留下来的遗迹 随即他飞身就冲了上去 石棺阴也身形一方 随即来到老和尚的身前 手里边那根打尸边一方而下 就向老和尚的腰子那里 踏了过去了 这一边踏下来 苦苦山边上 还带有一股腥臭的气息 不知道这个石棺阴 在打尸边上到底没了什么呢 老和尚衣衣衫一转之下 随即就从石棺阴的一侧 摇了过去 石棺阴是如影随形 紧紧紧跟在老和尚的身后 手中的打尸边 寸步不离老和尚的后心 和尚的手下弟子 一个个都眼红红 向着石棺阴扑了过去 老明月这个时候 已经大声渴到 谁都不准动 谁动 我就杀谁 脸上灯 自己归宅待遇自己的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